抢娶金妮的天龙人会是谁 波尼的亲生父亲到底会是谁 抓走金妮的人我们之前说可能是吃犬 但是现在她的可能性要降低很多了 让吃犬少干点坏事吧 其实从革命军的对立性来说 世界政府或者是神之骑士团的人 抓走金妮要更合适 金妮确实不是一般的人 震惊世界的神之谷事件 其实就是由13岁的她所策划的 如果这个事情最终被天龙那边知道 金妮被盯上也是能说得过去的 那么谁最有可能呢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应该就是也参加过神之谷大战 神之骑士团的团长加琳 这个角色跟胡帆长得一样 非常帅气 但她是个天龙人 畜生都不如 神之谷事件杀平民她是最勇的那一个 换言之她也是最该死的那一个 她的实力是传奇级别 如果她知道了金妮在神之谷大战的重要性 而且金妮也是革命军 她很可能就会报复性的盯上金妮 这是在剧情上的一些线索 另外的线索就是波尼的样子 波尼现在年龄基本上确定就是12岁了 所以她平时展现的样子 是用能力展现的成年女性的样子 但是伟田曾画过一张波尼转性的照片 那个成年男性的样子 不得不说和红发太像了 换言之 转性后的成年波尼 其实长得是像最大恶极的天龙人 加琳